男生老爸告诉我多了个后妈 并且只比我大三岁 那你们说哪怕有心 去啊 我妈怎么也在呀 怎么感觉有点不妙吗 这个气氛难道是因为后妈说要带我妈去爬山 兄弟 爸妈也在 要不要男生招呼啊 就我妈这暴脾气 她要知道她以为的女朋友是我的后妈 她不得 不会是我妈打她了吧 这 我爸怎么还这么淡定啊 这不行 毕竟我妈的不对 我爸怎么也不管管 你怎么来了 放开我 你干嘛 你 我刚刚查不成你打扮 衣服都湿了 你这么紧张我 怕不是喜欢笑我了吧 男生老爸告诉我多了个后妈 并且只比我大三岁 放开我 你干嘛 那个 其实 完了 这我怎么解释啊 其实我 你个渣男你 肚子里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 蛤 这怎么回事 那是渣男也就算了 你还敢躲啊你 不是 一个 我咋的了我 哎哎哎 那个 你听我解释啊 我没有啊 完了 呜 不是 你谁啊 不是 你谁啊 不是 你谁啊 你 你 你 怎么样 不用谢我 我要问 又帮你摆透了一个列坠 问就雷锋 完了 有家伙人亡了 我 我 哎 哎 我 我 我 他妈的不抽死你 哎 不让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单身老爸告诉我多了个后妈 并且只比我大三岁 其实我 你个渣男你 肚子里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 自从上司吃完饭出来之后 我在家就变成了一个隐形人 在后妈眼里 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哼 看看这不是 有点那味了 哎 虽说吧 渣男这个气质跟我挺符合的 但是为了家庭的和睦生活 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哎 还是解释一下吧 哎 哎呦 肚子 不是吧 阿神 哎 没办法了 那个 有人吗 我太难了 那我就给大家来一个小技巧吧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千斤在手 不如一记傍身呢 这不是我兄弟 怎么在我家楼下 我不是约了他晚上吗 后妈妈 对 我当你是兄弟 你竟然想做我爸爸 打今儿起 咱俩哥伦哥 我管你叫哥 你管我叫爸 我不管我不管 你能识认谁都无法 替代 哦 我 我 他最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单身老爸 告诉我多了个后妈 并且只比我大三岁 他最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爸 我可是为了你的晚年幸福 操醉了心啊 一边是兄弟 我们是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一边又是我爸 哎呀 他们又在说什么 听不清啊 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吧 你决定了吗 气氛怎么这么伤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决定什么 这难道是分手现场 心情有点大呀 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两个又是什么关系 就他 这 啊 怎么还扯上我了呢 这是跟我爸分手 跟我兄弟在一起了 就给他打电话 别给他打了 卧槽 吓死我 这是他不知道比较好 我都要走了 要走 去哪里啊 做决定吧 他们两个要去私奔 还怎么样呢 我后妈都快跟人家私奔了 真的是皇上不及太兴气 不行 我得要把这事告诉我爸 兄弟对不住了 卧槽 单身老爸告诉我多了个后妈 并且只逼我大三岁 对不住了 卧槽 还好我跑得够快 害得我一晚上没回家 今天来找我爸 就是为了跟他聊一下帽子 谁 嗯 人没了 不过 这些天和后妈接触下来 我居然有点 嘿嘿嘿 喜欢上这种感觉 哎 长嘴长嘴 想什么呢 嗯 这是啥 嗯 XRX 点开看一下 怎么这几个全是英文 哼 对 对 藏得够深呢 男男小时候照片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这个女孩谁啊 哇 这么可爱 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 这不是我后妈吗 男男 我爸跟我妈谈恋爱三年之后 才结婚有个我 他 他不会是我爸在跟我妈的天生女儿吧 我 我的姐姐 不好 我姐今晚就要走 嗯 果然老爸的腰还没好啊 干嘛去啊 我姐要走了 啊 干什么去